十分访谈 我们进来关注的就是我国的经济前景 贸公布今天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我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年比增长了0.1% 和前一季的2.1%的增幅相比大幅放缓 同时金融管理局也宣布维持现有的货币政策 不再让新元继续升值 那么接下来我国的进出口价格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 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呢 马上请教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顾清阳博士 以及新岳社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丁副教授 欢迎两位 两位嘉宾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两位好 先来问顾教授吧 虽然说这个市场早前就已经预测说 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进一步的放缓 但是今年第一季的表现是否会仍然是属于低于预期水平呢 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今年第一季的表现呢 是的 主持人 虽然我们对经济增长确实是有一个比较低的预期 但是现在公布的数据显示出来比我们预期的可能还要不乐观 还要差一些 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比较疲软 特别是美国经济可能会有硬着陆的风险 那么美国经济是全球的这样一个火车头 那么它的这个经济表现不佳会影响了整个全球的经济 而我们新加坡主要是一个出口导向的这样一个开放经济 当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 对我们的出口的拉动就会变弱 我们的出口表现就会拖累我们的经济表现 事实上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数字表现出来 我们的制造业可能是萎收的比较厉害的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不友好的气氛 由于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大博弈 所以说很多投资者包括一些消费者都有点举其不定 这个也影响了整个市场的氛围 影响了我们的整个这个消费活动投资活动 当然每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显然的外部的不确定的大环境 也影响了一些行业的表现 像制造业从去年第四季就开始萎缩 由于出口的萎缩 那么今年第一季也萎缩进一步扩大了到6% 请问丁教授 您认为这个趋势会延续到今年的下半年吗 可能会因为哪些因素而带动这个需求回升呢 我认为这个趋势很有可能延续到下半年 如果依照目前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美国持续维持一个高的通胀率和高的利率 这个环境是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所以制造业有可能在下半年继续受到影响 如果要需求回升的话 首先我们可能需要看到通货膨胀率有一个一定幅度的下降 然后利率才能可以慢慢的缓和下来 利率增长不会再继续维持在高位 然后还有就是经济方面的 如果COVID结束以后 如果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持续增长的话 这个对像我们新加坡这样对外贸易非常依赖的一个国家来说 如果国际贸易可以持续发展 这样就会对我们经济会造成一些比较好的影响 主要是那个利率还是那个影响的关键 是的 没错 那么这个资讯与通信还有金融以及保险 甚至是这个专业服务领域方面 低级环比下滑了1% 那么其中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和保险领域出现了萎缩 顾教授在您看来 金融保险业的萎缩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哪几方面 那么早前这个美国银行业不稳定 对我国金融行业是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金融业和保险业它是属于服务业 而服务业取决于我们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我们整个实体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出口不活跃 进口活动也不活跃 消费不活跃 那么为它服务的服务业 特别是金融和保险业就会受到拖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那么我们当全球的实体经济低软的时候 那我们的金融业和保险业也相应的受到负面的影响 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大家可以知道现在这个美国和欧洲 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市场 包括银行啊 还有些其他的这样一些金融公司 现在都非常不稳定 虽然银行的这样一个危机 现在似乎稳定下来了 但是它对整个金融业的这样一个心理上的这样一个影响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负面的效果 那么银行家们投资家们 现在看到金融风险的上升 那么他们就会对他的金融的这样一些活动 有一些比较高的这样一些要求 比如说贷款量就不会那么多 那么这个呢 也会影响到金融活动和保险活动这样一个活跃度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当然在这样子的目前的一个金融环境下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早上就发布了声明 表示将按兵不动 不再让新元继续的升值 那么这和早前的市场预计是有所不同的 请问丁教授你怎么解读这个宣布呢 我认为这是金管局对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友好的信号 给市场打了一个强心针 让大家知道未来利率不会再持续升高 因为我们都知道高额高企的利率会对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们在美国那边也看到了高非常高企的利率 导致银行连接的倒闭 还有高科技企业不得不面对裁员这样的大风险 所以我们金管局应该看到了这样的风险 所以目前来说维持现在的利率水平是对经济比较友好的 对企业还有对所有商家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那么这个金管局不让这新元继续升值 丁教授接下来我国进口还有出口货物的这个价格 会不会出现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波动呢 对我们新加坡是非常依赖进口和出口的 我们的原材料和商品都是大部分通过进口进来新加坡 所以我们面对的通胀的压力是这种输入型的压力 所以在过去几年过去一两年的时间 金管局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新币在升值的一个状态 来对抗这种输入型的通胀 所以维持一个比较高估值的新币 是对通胀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抗通胀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是对我们出口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因为高额的新币价值 新币在升值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出口价格也会比较高 会失去我们的竞争力 所以在未来的话 如果金管局再维持 再逐渐把新币升值的步伐放缓 或者甚至让新币逐渐一点点逐步的贬值 或者是降低一点汇率的水平 可能会对进口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进口价格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升高 但是现在目前国际的通胀水平 已经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这个国际通胀的水平 有可能会持续下降 一旦这个持续下降的趋势出现 我们的输入型的通胀也会随之消失 我们就不会面临很大的这种通胀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可以降低一点新币的汇率 会对我们的出口非常有利 让我们出口的商品价值变得会更有竞争力 对我们的出口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了解 那么请教顾教授 金管局就将维持新元汇率政策区间的现行升值水平 您认为这多大程度有帮助于抑制我们的物价呢 首先我觉得刚才丁教授讲的是已经很全面了 那么这个金管局这样一个货币政策呀 它要考虑到两个目标 一个是一直通货膨胀 那么但是一直通货膨胀呢 新加坡主要是通过这个我们的汇率政策 就通过新元升值的这样一种策略 使得进口的这样一些商品的价格变得比较的相对来讲 它的价格呢相对受到控制 就是刚才丁教授讲的进口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的抑制 那么但是现在主要的挑战恐怕来自于我们的经济增长 受到了影响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新元升值的步伐不会太强了 但是由于原来过去从2021年10月份到现在 这个金管局已经连续五次的这个收紧货币政策 那么它的效果已经有了很大的效果 而且它的效果还会延迟的会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价格水平 还是会在过去这样一个收紧货币政策 这样一个政策效果之下 还会持续发挥作用 我们的价格水平还是会得到一定的控制 那么这一点呢我是觉得 就像丁教授刚才所讲到的 我们进口通货膨胀会稍微的缓慢一点 因此我们的价格呢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 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前也预计呢 说今年全球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是加大的 那比方说中国在这个防疫措施解除之后 经济快速复苏 而美国通胀也逐步的回落 您认为国际发展会如何影响 我国接下来的经济呢顾教授 我想呢现在全球有两种这样一个因素 对新加坡造成一个影响 一个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国家 那么他们呢由于通胀的问题 那么他们对新加坡的这个出口方面呢 可能会导致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拖累 特别是美国刚才讲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发达国家 可能进入到一个硬着陆和这个经济衰退 那么因为新加坡直接和间接 加在一起的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还是美国 那么这个对于新加坡的这个影响是实际上是蛮大的 我们的出口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刚才你谈到了主持人讲到的非常好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呢 这个疫情放宽之后呢 中国经济正在恢复 那么今天的第一季度 中国的经济增长呢 还不是那么非常快的或者显著的表现出来 但是我相信从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是下半年吧 那么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恢复的态势会更加的快 这个对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是 那我觉得新加坡从未来来看呢 可以从其他三个板块可以来加强新加坡的这个出口的 这样一些拉动活动 一个是中国大陆 我想中国大陆 刚才讲了下半年 它会加快付出 这个对新加坡的出口是会很大的一个利好 另外就是 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 包括印尼啊 马来西亚像这个泰国 整个东盟 它的这个成长率在今年也不会很低啊 大概5.5%上下 那么这个对新加坡也是蛮有利好的消息的 最后一个就是印度 印度的成长对新加坡也是利好的 是 希望这些利好的因素都可以带动新加坡经济的增长 今天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两位 那么广告之后回来的《诗诚欢迎》将会带你去看 被称为现代许默化之父的台湾化家刘国宋 年于90岁的他呢 他怎么样去看待70年的创作生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